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他是之前买在13块多的一个价位 这个结果指数涨没赚到就算了 还跌到10块钱 最近终于弹上来了 然后这几天看到消息好多利多 一下子说这个报纸说 他的一个记忆体已经打入到日系车厂ADS的供应链了 一下子在台北国际电脑展 又秀出所谓USB PD3.0的控制晶片 哇 看起来好像不错耶 是不是可以来做加码 还是应该要趁着反弹赶快跑了呢 那这部分我们先来看 那最近消息面利多很多 车用电子一红 就说他有车用电子的产品 这个什么什么的一个晶片推出来 但是有没有因为这些而赚到钱呢 我们来看一下 去年EPS 0.9元 但是是负的 因为去年还在亏损 那今年第一季呢 又继续亏 第一季又亏了0.5元 而且一到四月营收20.1亿 又比去年同期减少衰退了10% 换句话说 这家公司题材从来没有少过 但是业绩有因此赚到钱吗 没有成长就算了 还是持续在做亏损 通常这种股票我都不会去推荐 那第二个再来看到技术面的部分 可以看到说 当指数这一波已经创新高 今天早盘最高已经来到10101 创下一个波段新高了 那个是股价呢 你会发现这个高点在13.7 这里在13.5 这波弹上来最高在12.7 都过不了前高 还在滴滴的位置 那为什么呢 指数在涨 为什么涨不动 谁在卖 这底下就可以看到 这是大户库存 大户的筹码 还在一直减少一直减少 这代表什么 大户根本不爱这种股票 所以这种股票呢 我只能说 看似低基期实为弱势股 就是在结构当中 属于我所说的浅荣雾用 浅荣雾用的股票 就不要去加码去摊平了 更应该趁着反弹 来做太弱则强的动作 这一点还是给黄小姐 或许手中有预创的投资炮 一点操作建立 好 回来继续谈大盘指数 刚才已经说了 今天最高已经来到多少 10101 像台北101一样 好高 又继续的创新高上去了 对不对 今天我很开心 开心是什么 开心有一个投资朋友 是我的会员 他说上个礼拜 虽然现龙老师不带大家做指数 他自己有在做 上个礼拜 川普这个爆发所谓的一个陷入风暴被弹劾的危机那一天 台北股市早盘下杀不是跌到9895点吗 那时候这个就听到现龙老师特别在早盘就发了一通讯息 说这一波的一个拉回利用川普的风暴会是台北股市站稳万点之前最后的买点了 所以现龙老师没有带大家做指数 可是他自己有在做 然后当然也学过现龙老师的技术分析 观察就相信现龙老师的话 所以他自己就跑去买做指数去买进了 结果真的就像我所说的 那一天大盘杀到最低9800多点 对不对 杀下去 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谈到 这次拉回杀短多将是站稳万点之前最后买点 现在我非常开心 因为他买的指数多单 现在看到大盘又创新高的时候 光是指数就已经让他赚了不少钱了 所以特别来谢谢现龙老师 其实你会发现 那为什么现龙老师会在上个礼拜这样跟大家说 甚至在礼拜一大盘的成交量缩到700亿 如果投资朋友有来我Facebook 看我的台股百合报告的 也都知道那一天我还特别叮咛 量缩到700亿 指数还在万点以下 你千万不要去放空 很多投股老师跟你讲 没有量就不会涨 是要等下放空才是对的 我说量小的时候做空会空遗恨 量大做多你会多套牢 真正的操盘高手 反而会是把握量小时进场买股票 量大反而就等着快乐数钞票就好 现在行情是不是按照现龙老师的规划 预测又上来了 所以现龙老师说做股票记得 绝对不是辩论比赛 现龙老师的口才没有其他投股老师那么好 没有办法像其他投股老师一样 讲的这地方看多的告诉你 不买股票真的会死 放空的告诉你大盘要崩盘了 我没有这样讲 可是证明结果谁是胜利的一方 我不敢保证我每次都对 但是过去的经验你会发现 真的现龙老师看对的几率非常非常的高 包括两年前台北股市上万点 那时候其实大家对万点没有任何戒心 你听到电视上一堆投股老师都在告诉你 还会继续涨会有选举行情 会涨到12682 可是当时现龙老师在说什么 我说这里该要居高思维了 该开始建立空单部位了 为什么因为大盘已经过热 因为大盘我已经看到有回挡的风险 对不对 所以我说那次指数攻到10014高点那天 股票开始陆陆续续获利了结 开始建立空单部位 虽然这大盘开始跌下来 万点跌跌跌跌到8500 很多投股老师在一路摸底 继续告诉你底部到了 可是我说这里还是不能够去抢 好大盘在这里 还是有继续下探十年线的风险 如果不反弹 就这个地方 保留现金等到十年线 再来拼大的 如果有反弹呢 弹上来还是要继续做空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你会看到现龙老师 不是个死多头 天天告诉你买股票 趋势不对 我会叫大家这地方 开始建立空单部位 那你说为什么 这两年了 现龙老师都没有叫大家去放空 因为这行情 就是一个多头趋势 就是不能放空 像其他投股老师 从去年以来天天空天天空 不就被嘎到爆了吗 对不对 那当时我都说了 指数等到十年线再来拼大的 有没有来到十年线 来到7200来到7600的时候 我说台股二度来到十年线了 该怎么办 那时候消息面利空不断的时候 该怎么办 1月14号去年 对不对 很清楚的告诉所有会员朋友 这是1月14号写给会员朋友的分析日记 我说这里指数已经跌到十年线以下 看似利空不断 指数持续破底 看似弱势的时候 已经到了低档底部区 该是拼大的时候了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在股票市场 怎么都赚不到钱 行情涨跌你都看不清楚 有一个真正 像现龙老师这样 专业的分析师 专业的操盘团队来帮助你 帮助你掌握到大盘关键的转折 万点 2010014的高点 会告诉你该股票获利了结 要预防大盘的回档 该开始建立空单部位 到了大盘跌到7600 开始带你一路做多 对不对 这不就是能够去帮助你 稳扎稳打成为赢家吗 那甚至说你想要自己学 现龙老师怎么去观察到 指数的关键转折的 这个部分 如果是我们的会员 在我们这七品招盘团队 网站上面有一个会员专区 里头除了现这个现龙老师 每天所写的分析日记 大盘的观点 潜力股的追踪 对不对 还有云端教室 在教大家什么 技术分析里头 指数你说你想学 现龙老师怎么样去掌握到 关键的转折的 为什么7600 我会全力做多 为什么这地方 看到去年川普 当选美国总统 台北股市 也是恐慌性下杀 我告诉大家 那是人气我取的机会 上个礼拜 大盘跌回到9895 我告诉大家 那是台北股市要攻上万点之间 最后的买点了 现龙老师怎么知道的 如果你想学 这个部分其实证明了 真的现龙老师教大家的技术分析 指数怎么去掌握关键转折 是能够去帮助你帮助你做什么 从指标去做好转折 从筹码去看懂人心 从价量去看懂未来 你能够学会这些 你也能够把未来的行情 规划清楚 你也能做到 我这个地方 看清楚行情未来会怎么走 而做出正确的决策出来 对不对 好 那再接下来 当然指数已经按照规划 继续攻上了万点了 今天又继续创新高 再来指数会涨到哪里 端午节会不会变盘 端午节之前 要不要先卖股票呢 如果关心大盘指数的 都欢迎大家 到我的Facebook粉丝专页 去按个赞 加入追踪 现龙老师 每天都会针对 大盘最新的价量结构 筹码的留下 给大家做一个 台股的盘后报告 或是有智慧手机的 也可以将现龙老师 加入到你的好友名单 现龙老师的这个账号 ID是小老鼠 YOURBESTEM Your best team 或是现在就可以 把手机拿出来了 就可以扫描一下 这个QR Code 就可以将现龙老师 加入到你的好友名单 现龙老师 有什么盘式最新的看法 都可以利用这些管道 分享给大家 那在盘中我还是提醒大家 其实做股票 你要赚到钱 要成为赢家 最重要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记得这八个字 掌握结构太弱则强 也就是什么叫结构 你要先去区分清楚 股票我把它分成四个结构 潜龙物用 当然不要碰 建龙在天的股票 你要好好把握 等着他飞龙塞天上去 好好抱住 赚一个大波段 等到抗龙优惠时 就是准备获利了结了 那这个部分来看的话 所以这个阶段都提醒大家 指数虽然趋势没有改变 继续的往上涨 但是潜龙勿用 抗龙优惠的股票 该出真的还是要出 当思如何下台 以免悔不当初 好我再举个例子 就像这个几个月前 有位李小姐来件咨询 问到财经 那时候消息面利多也很多 第三季财报公布 EPS赚了0.7 大家都在吃船 全市场都知道 第四季还要赚1块钱 那大家会算 哇一季可以赚个七毛1块 一年不就赚个少 最少要三四块的一个水准了 股价才十块多便宜啊 当然要买啊 对不对 而且每股禁止还重回十块 要重新开放信用交易 可是我提醒大家的是什么 利多大家都知道 技术面却发现 大家都知道的利多出来之后 开放信用交易日第一天 融资就大增了4万张 爆出了20几万张的巨量 股价却是怎样 开高走低 K线乌云照顶 这是什么意思 提醒大家谁在卖 大户在卖 技术面怎样 转弱讯号出现了 结果呢 好半年 快要半年过去了 对不对 财经那时候是10块钱 到现在指数从那时候 可能还在这个9000点左右 现在已经涨到哪里 一路涨 涨到今天10100了 对不对 可是刚才财经的股价有没有涨 没有涨就算了 还从那时候10块钱左右 一路的跌 一路的跌 跌到今天最低就要7块72 对不对 反而这波指数涨了1000多点 还跌了20几% 所以这个部分又再度证明 县荣老师为什么要提醒大家 做股票最重要的工作 叫做掌握结构太弱则强 因为你会发现 当你买错弱势股的时候 指数就算涨 真的一样会赔钱 对不对 第二个更证明了 弱势股是可以早一步知道 预先来做避开的 只要你也学过 县荣老师教大家的 操盘级技术分析 股市结构学 你也可以看懂股价的结构 原来那时候10块钱的彩晶 已经在这里有大户在出货 已经有转弱讯号出现 你自然也可以早一步避开 对不对 那你现在还不会 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我们知道你真的需要 县荣老师的帮忙 所以县荣老师才要开放 这个免费的COIN专线 0800-787-588给大家 就是希望能够尽我所能 就我所学的 去帮助得到更多投资朋友 帮助得到你 所以你现在手上股票 如果有疑问 指数上了万点 达到创新高了 你还赚不到钱还套牢 这个时候都欢迎大家 利用这个免费COIN专线 0800-787-588 COIN进来 让县荣老师 才能够去帮助得到你 那接下来才能够去帮助你 做好我所说的 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的工作 那所谓的太弱则强 还是要强调 绝对不是像其他投股老师 看到什么股价 大涨了就要去追 看到什么股票 急拉了就去抢 什么股票有大力多就去买 最近什么概念股很红 就告诉你这某某股票 也是什么概念股 也带你去买 这样买我都说 有时候行情好运气好 会赚点钱 但是长期跟你保证 这就是乱买股票 都会赔钱 输家常犯的错误 就是这样来的 好赔钱就是这样赔的 所以说我说的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 绝对不是叫你看到大涨急拉 就去乱买 而是第一个 你一定要去区分清楚 股价的结构 要买记得买建农在田的股票 什么叫建农在田 产业在萌芽期 准备进入成长期 股价低档开始转强 正是应该把握上车的机会 大波段操作 就会有可观获利可欺 那等到飞龙在天上去 强势股加产业加速成长 业绩大幅上扬 股价最强势的阶段 其他投股老师最喜欢追的是这种 飞龙在天的股票 甚至抗龙有回来还在带你买 其实你会发现 那这时候你需要去追吗 你在前一个阶段 就已经提前布局 只需要牢牢抱住 当然也不要得意忘形 乐观勿望省胜 才能够赚得长长久久 所以我说的掌握结构太弱则强 是叫你买在见龙在天的阶段 抱在飞龙在天的时候 卖等到抗龙有回 当然就该获利了结 对不对 就像我们这波大数据新黑马 6274的台药 不就是在当时还在34块 我们就已经发现 大户这个业绩 已经开始启动成长动能 技术面也有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所以34块多买进 37块都还有在加码 等到涨到50几块 抗龙有回了 全数出清 获利入带 大赚了五成以上 对不对 再来不止台药 包括这波4739的康普 多少头顾老师这几天 也都在讲康普 杀尽杀出 有几个真正赚到大钱 买60几的小赚一点 买70几的可能小套 对不对 可是现龙老师 这两天都没有再教大家 去买康普了 为什么 因为现龙老师比较笨 不知道他是强势股吗 不是啊 我们在什么时候买2月9号 在5月10号都有在做布局 对不对 2月9号那时候就发现 他的电动车电池材料 业绩已经开始这个地方创新高 启动成长动囊 股价46块确认有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所以我们再买进 对不对 53块多都还有加码 这个月5月10号都还有继续买 5月10号是什么时候 再来看一次这一根 5月10号在这里 54块多 53块多 对不对 股价飙涨之前 我们都还有继续在买 结果现在呢 如果跟着我从46块多买金到现在了 是不是都已经大赚5成以上 需要现在才去追吗 不用追啊 等到创新高爆量的时候 我都说不要再去追了 要买也是拉回再找买点 要买就要跟着现龙老师 领先市场买在低档 那包括了我们的一个新黑马 上个月上个礼拜 趁着美股再重挫 趁着这地方 台北股市拉回到万点以下时 把握最后买点 推荐大家买进的物联网新黑马 3169的亚信 对不对 那时候在28块多买 现在呢也已经创新高 也已经开始大涨上来 已经涨到多少 这几天最高已经达到32块多了 所以你会看到 现龙老师做股票就是这么去做 没有去乱枪打鸟 像个猎鹰一样 看准目标才出手 找到真正的强势股 我们才要来操作 当然这个部分也再度证明 强势股是可以提前知道 找一步来做买进 来做低档布局的 当然你现在做不到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知道 你真的需要我们帮忙 所以我们诚心邀请你 加入现龙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接下来包括新能源车 新黑马 车用电子新黑马 也都即将开始要准备 发动攻势了 如果说错过了之前的台药 康普 亚信的投资朋友 5月5清端午快要到了 最后倒数计时的机会 给大家一个5月5的一个 这个专案 5.5的一个优惠 好像特别是针对旧朋友 老朋友都有最大的优惠要给您 想把握的投资朋友 都欢迎大家 待会休息时间 就跟我们来做联络 指名加入现龙老师的 极品操盘团队 一起来掌握 下一支大波段的好股票 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 变大头顾端午节火热推出 包纵专案 我们强调的绩效和竞争力 在这一波万点行情得到印证 我们很少打折 但是众志节 我们不免俗地推出折扣优惠 请来点咨询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 极品操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用心重存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参的产业观点 差询出现02-2781-0909 运达头顾 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 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连达头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好那这两天指数又攻上了万点 今天有个投资朋友说 哎呀 现龙老师 好可惜哦 他上个礼拜又犹豫不决了 又不敢进场 结果呢又错过了这波 赚钱的机会了 各位投资朋友 我知道现在指数上了万点 你又开始犹豫不决 担心这个指数是不是涨多了 那大盘跌你也担心 哎呀 大盘是不是要转空了 所以就在这种不断 犹豫不决的过程当中 你都没有办法 好好掌握到赚钱的机会 所以我说 你为什么需要现龙老师来帮助你 因为你会看到 现龙老师怎么去帮助 每一个会员朋友的 上个礼拜大盘5月18号 一个急杀早盘大跌118点 对不对 大家都在担心川普陷入 这个风暴了 美股在暴跌的时候 我有没有告诉大家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说 这次的拉回杀短多 将是站稳万点之前 最后买点 对不对 如果你能够在当时就已经下定决心 跟着现龙老师来操作 5月18号 我说最后买点 是不是带着会员朋友 在布局物联网新黑马 3169的亚信 那时候才28块多 对不对 接下来5月19号 公道涨停板 5月23号又继续大涨 创新高 已经最高来到32块多 你是不是又已经坐在轿子上 让别人去帮你来做抬轿了 所以做股票 我一直强调 人生最大的敌人 不是别人 就是犹豫不决的自己 如果你就总是在担心 指数涨 涨多了 指数跌就担心 是不是要转空了 你当然没有办法赚到钱 所以我说 你需要现龙老师来帮你 对不对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记得 Just do it 行动才是最接近 胜利的捷径 现在就欢迎拿出行动来 加入现龙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接下来我才能够去帮助到你 帮助你锁定我所说 未来真正具有爆发性的产业 2017年持续看好的 iPhone 8 车用电子大数据跟物联网 特别是在电动车的部分 现在特别注意到 电动车现在电池的成本 已经越来越低 越降越低了 这会产生一个什么效应呢 我们今天掌握到一份最新的报告 根据估计 到了2025年的时候 电动车现在还没有普及 最大原因是比较贵 对不对 但是因为电池越来越便宜 估计到2025年的时候 整个电动车的一个售价 就可能会低于 现在的一般传统的燃油车 那这代表什么 那个价格的甜蜜点即将引爆 到时候整个商机会大幅度紧喷 爆发出来 这股趋势财 你一定要好好去把握住机会 电动车产业的商机 另外还包括 ADS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自动驾驶的商机 物联网的商机 当然商机庞大 人人想要分杯羹 那种阿猫阿狗 沾点边的题材股 投机股 我不要 我只要带会员朋友去找到 业绩能够因此成长 这才是我们要找到 因为这样的股票 才能够稳扎稳打 真正赚到一个又一个大波段 就像我们之前的台药 为什么我看好 不是说因为它是大数据干领股 而是真的因为它受惠于大数据 受惠于物联网 带动它的产品公布应求 业绩在成长 创新高 股价那时候三四四块多 确认有大户在进货 转强群号出现 所以在建龙在田的阶段 就已经领先市场 买在低档 等着它开始发动攻势 飞龙在天上去就继续报好 等着它抗农油毁讯号出现 再来全数出清 获利入带 对不对 不只台药这样赚 连德也是这样赚起来的 对不对 碳壘也是这样赚起来的 然后呢 四升科六十几块 更是赚了超过一倍以上 现在原始资金全数收回了 还有一半的股票 等于零成本 还在继续赚 乙鼎也是这样 继续的赚 这个康普也还在继续赚 接下来亚信也发动攻势了 接下来新能源车的新黑马 还有包括车用电子的新黑马 也都受惠于车用电子的需求 越来越强劲 这家公司去年的扩充的新产能 效应开始显现 业绩已经开始创新高 启动了成长动能 股价呢 大户在融资大减之下 开始垫高上去 正在进货之中 正准备发动大波段攻势 如果说投资朋友认同我们的操作理念 也想要锁定一档一档 有爆发力产业底下 有竞争力的公司 并且领先市场在大户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的时候 来做布局 就像之前的台药 康普还有仪鼎 这样的好股票 大波段获利机会 想把握的提醒大家 下个礼拜就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 5月5清端午 特别感谢旧朋友老朋友的长期支持 五五专案 最后倒数计时的机会 欢迎大家务必把握 指明加入县荣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本国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来 优优独立賬